中國的黑客組織 疑似來自中國的黑客組織 今年初對微軟電子郵件進行了一場大規模 無差別的網絡攻擊 使得幾十萬的微軟用戶陷入風險 包括小企業、政府機關和學校 中國黑客是如何完成這樣的規模的入侵行動的呢? 近日一種主要的推測浮出水面 就是黑客是依靠個人信息 這些信息可能是黑客以前的攻擊行動中竊取的 或是從領英等社交媒體上收集而來的 如果這種手段得到證實 很多人長期以來的擔憂就變成現實 即是中共之前大規模竊取數據的行為 會被美國造成國家安全隱患 之前多次爆出中共大規模竊取美國個人信息的案件 在2015年中共黑客入侵奧巴馬政府的人力資源辦公室 竊取了數以百萬計美國現任和前任僱員和他家人的詳細信息 中共還涉嫌幾十宗對美國企業龐大的個人信息數據庫的攻擊 包括萬豪國際集團和信用報告公司Equifax 專家認為這次微軟被黑事件疑似中國黑客在有限的入侵時間中極力行動 在系統中安插後門 過去一個月 微軟一直在敦促客戶安裝安全保釘來修復漏洞 微軟也承認 這次黑客攻擊的全部範圍可能永遠不得而知 拜登政府目前還沒有正式將這次攻擊歸咎於任何組織 不過有業內專家指出 相信拜登最終會採取行動 但可能還要花幾個月的時間